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抓紧时间啊 抓紧时间啊 苏菲 今天演得不错 真的不错 接下来呢 准备再拍两个小发剧 由你来做个剧演 怎么样 有信心吗 导演 我有信心 有这么多同学 还有老师对我的帮助 我一定能完成任务 好嘞 导演同志 我看天快下雨了 你们是不是等雨过再走啊 不行啊 我们在吃晚饭之前要赶回去 要是现在不走的话 那就赶不回去了 山路不好 小心路上滑啊 像这样的路 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走了 村长 您就放心吧 那路上小心 好嘞 好 好 好 随便坐吧 你们不知道 红木处长把我调的努力 来学习 费了不少劲呢 孟云 红副处长不跟苏菲结婚了 你知道原因吗 我 我不知道啊 我也问过红副处长 她说她会亲自告诉苏菲的 孟云 苏菲那天喝多了说的话 你不该告诉红副处长 红副处长不都说了吗 我又没有别的意思 没有别的意思 没有别的意思 那别的意思是什么 静云 我真没有别的意思 你们这是干嘛呀 也不知道苏菲知道这个事以后 会是个什么样子 老爷 听要下雨了 我们找个地方避一下吧 根据我的经验啊 暂时不会下 不过呀 咱们得加速前进 同志们 加速前进 快啊 走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说啊苏菲不结婚了 马大夫怎么这么开心呢 马大夫看到希望了呗 你是说她在追求苏菲 马大夫让三军半送花给苏菲 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 送花 好浪啊 这事我也听管理员说了 那只是三军半自己的小把戏 和马大夫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也太不敏感了 我告诉你吧 有一次马大夫是亲自过来送花的 还亲你写了 我爱你 天哪 马大夫是外国人 我根本都不相信苏菲会嫁给一个外国人 不过也是 其实我也不相信 继续 周飞 药香停了 停了 马大夫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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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长 要不酒菜安排你准备好了 哪太好了 走 你好了 你这么高兴 三千块 你看 还没关系 还没关系 你先帮我收好了 到时候我还得还给苏飞 首长 这首坯子怎么又回到你手里了呀 是红副处长给我的 他让我给苏飞 他说只要是苏飞收下来 就是苏飞愿意嫁给我 没想不见头 没想到这红副处长还真够朋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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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啥 林护士长说什么了 对了 社长 我忘了告诉你 林护士长说 那个病人 非得让你给他做手术 不让希勒大夫做 坏了 洞云 这是我的笔记 谢谢 没事 苏菲 我去洗衣服了 好 苏菲 我来得晚 你跟靳云可要多帮帮我 没问题 我和靳云的笔记 你随便抄 对了 孟云 洪副处长送你回来的时候 没跟你说些什么吗 说什么 他为什么会取消婚礼啊 我问了 他也没说什么 他说会亲自跟你说清楚的 其实也没什么可说清楚的 现在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解脱 我 苏菲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嫁给洪副处长啊 我也说不上来 其实 在我心里也挺喜欢洪副处长的 就是系主任长我这么一谈 我总觉得哪儿不太对劲 也没有帮助 我说你能是否做给你 你也不愿意嫁给你 我说你这些人 是什么事 你给我说 我你不愿意嫁给你 我这就是在说 你不愿意嫁给你 你的身份 我说不愿意嫁给你 你自己也不愿意嫁给你 你不会说你 你不愿意嫁给你 你不愿意嫁给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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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副院长 会诊情况怎么样 你还能想起会诊啊 你不是常跟我说 作为一个医生 要对患者负责 你今天竟然连患者的会诊都不参加 去办自己的私事 当然了 你作为卫生部的顾问 我不能像对待一般人一样 来要求你 不 不是这样的 你一定要像 对待其他的同志 那样对待我 李副院长 这是我的错误 我一定要公开检查 并向患者道歉 这可是你说的 那当然 这个不是问题 是我的错误 当然我要承担 那你能告诉我 你去办什么私事吗 是因为苏菲 苏菲 是那个 鲁翼的苏菲 是 鲁翼的苏菲 马博士 如果苏菲生病了 你作为鲁翼的寻诊带 没有 没有 苏菲没病 就是 洪副处长 解除了苏菲的婚约 我就告诉他了 人家解除婚约 干吗要你去告诉他 这个问题 我会向大家解释的 当然 首先 我要公开检查我的错误 你作为部里的领导 没有必要这么想 就是部长做错了 也要这样做 这个是一个原则的问题 对了 李副院长 我还有一件事情 向你请教 请教 你能有事情向我请教 是 是 是关于中草药的问题 中草药啊 说吧 是这样的 羊不好好吃草 长不了标 肯定是肠胃出了问题 我想问你一下 我应该给他吃什么药 可以调理啊 你什么意思吧 老师 要骂人不像你这样 绕着圈子骂 李副院长 我没有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啊 我已经告诉你我的意思 你的意思 就说我是兽医 是吧 我没有这个意思 那你说 你 你什么意思 我说了 李副院长 我就是要知道 怎么给羊治病啊 你 要给羊治病 是啊 李家差的老羊头 他还等我去给他的羊治病啊 可你不是兽医啊 可你不是兽医啊 我不是兽医 但是你是啊 我 当然 我不是犹豫这样说的 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不让你瞎想 老乡需要我去给他的羊治病啊 我就要努力地帮助他们 你说清楚不就行了吗 没说清楚吗 这是三味中药 用相同的剂量配在一起熬成汤 给羊灌下去 两三天就有效果了 谢谢你 李副院长 谢谢你 老老师 你去哪儿 我去药房抓药 两三斤八明天到李家差送药 苏菲 我听剧团的人说 你们回来的时候遇到了雷雨 然后马大夫不知道从哪儿跑出来 把你抱在怀里挡雨 有这事吗 哪有抱在怀里啊 他就是把他的衣服披在我的身上 为我挡了一阵雨 可能是他寻诊的时候 看到我害怕的样子 以为我生病了吧 苏菲 这马大夫到底怎么回事 这又是送花 又是告诉你解除婚约的 现在这事弄得全员人都在议论的 嗯 有什么好议论的 难道你们以为 我会嫁给一个外国人不成 你可别嘴硬了 我看那个马大夫一定是看上你了 看他那股子兴奋劲 就跟他要结婚了似的 他还让我们到他家吃饭呢 嗯 你们放心吧 我不会再去马大夫家吃饭了 苏菲 洪副处长在合作社请客的时候 才宣布的婚期 怎么出了一趟差回来 一下子全变了 哎 你们说 会不会是圆网云做的手脚啊 我看有这个可能 他为了来鲁毅啊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你们两个别乱猜了 莫云不是这种人啊 苏菲 主人找你 好的 这就来 苏菲 主人找你 会不会因为 洪副处长取消辉约的事 我也不知道 你别怕 这事是洪副处长提出来的 又不是你提的 不就是他谈个话吗 实事求是做人 有什么好怕的 你们两个 真是启人忧替 你们想喝就喝一口 想吃就吃一口 别坐这里 瞪着眼睛看我 我没有事的 所长 你真要在全院人面前 做检查案啊 当然了 谁做了错事 都要检查 我当然不能例外 做就做呗 只要苏菲不嫁给洪副处长 那看就挺直的 这是两回事 你别往一起搅和 人怕出名猪怕壮 这人要是出了名 还真是挺麻烦的 这不是出不出名的问题 也不是手术大小的问题 这个是 医生诚信的问题 你答应人家 就应该做到 要不 你就不要答应人家 处长 你这么说啊 你就明白了 人得讲真心 不能说话不算数 就算是这样 那也用不着 在全院的人面前 做检查呀 到时候 我的脸都没出放 没出放 你就找块不武梦上 毛博士在不在家 你有什么事 毛博士 你是不是来家差的 是 圣哥 那 那 是不是你爹和你妈 又吵架了 我妈头 头撞下来 我婆姨正拿着 我上次去不是跟你爹说了吗 他不是跟我说好了吗 以后不会这样了 那为什么现在又这样了 三斤派到 拿我的药箱 是 署长 你可不能再管这事了 再管这事越来越麻烦哪 我是医生 要出人命的事 我能不管吗 不是 署长 三斤派 把老羊头的中药也带上 省得明天再跑一趟 是 署长 署长 老羊头吃这么多中药啊 三斤派 这个不是给老羊头 是给他的羊 我 署长怎么学会给审库看病呢 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我到现在都没有见过洪副处长 都是听马博士说的 我的几个同学 见到了洪副处长 也证实了这件事 那你为什么不找洪副处长 亲自谈一谈呢 我想这是洪副处长提出来的 应当由他来跟我解释清楚 洪副处长 去西安办事 这一回来很快都变过了 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听马博士说 洪副处长认为 抗战是首要的 而且 是在国民党 对我们进行封锁的困难时期 不应该谈男女问题 这就奇怪了 他们处长找我谈的时候 话可不是这样说的 我想事情的真相 只有洪副处长自己知道 苏菲同学 组织上正在调查这件事情 我们今天的谈话 你不要告诉任何人 听明白了吗 是 我明白 还有 你和马大夫 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我和马大夫 在上海就认识了 他曾经帮助过我们 抖过军警的追捕 而且很多次 帮苏区购买药品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我是想问 他为什么会对洪副处长的退婚 他这么贼 我觉得 他应该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外国人吧 马博士给鲁翼的苏菲党羽那事 哪里是党羽啊 我听说啊 是一直怀里抱着来啊 真的吗 马博士为什么去帮苏菲党羽就不去做手术呢 我听说不是为了党羽 是为了告诉苏菲 文教处的洪副处长不和他结婚的事 是人家结不结婚跟马博士有什么关系 对吧 张望 再去看看 马博士怎么还没来 是 林护士长 今天的会议日程 准备得怎么样了 都准备好了 大家不好意思 我今天起晚了 不好意思 坐吧 同志们 现在开始开会 大家都知道昨天有一例手术没有正常进行 原因是因为马博士去办他自己的私事 没有按时间到位 这使患者不能接受临时安排的大夫进行手术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 经马博士本人请求 准备在全院的会议上 做公开的检查 向患者道歉 院部也同意了他的请求 现在请马博士做检查 同志们 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作为一个医生 我没有履行我自己的执作 耽误了 病人的手术 让我非常难过 手术虽然是很小 但是医生的诚信对病人的影响非常大 我为了自己的事情 我丢掉了诚信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我请求朱志上给我处分 保证从今天开始不会再出这样的错误 我希望大家可以原谅我 接受我的检查 好 我就说这些吧 让大家批评 好 坐下吧 好了 马博士的检查做完了 大家想说什么都可以说一说 但记住了 下来以后啊 就不要谈这件事了 听明白没有 明白了 马博士 下雨那天 你真的抱着苏菲夺雨吗 马博士 这是真的吗 你为什么去告诉苏菲 红副处长推婚的事 这跟你有关系吗 你是不是爱上苏菲了 爱上苏菲了 对 对 你们说得没错 我是非常地爱苏菲 在上海的时候 我已经爱上她了 我的两个同学 他们离开上海 离开中国 回美国 只是我 为了我的爱 留下来了 不久以前 我听说 红副处长要和苏菲结婚了 我心里非常难过 但我还是从心里祝福他们 没想到 红副处长 突然会放弃了他们的婚姻 这是上帝给我的机会 同志们 请大家理解我 用三斤斑的话说 我是真的爱苏菲 爱死了 我做梦 都想去苏菲做我的妻子 对 迈德同学 你在说什么呢 我 我在说 我我爱苏菲 那马博士 苏菲爱不爱你啊 这个我不知道 当然 想要娶苏菲做我的妻子 还要她爱我才行啊 这个不是问题 我会努力争取 直到我得到苏菲的爱 好 好好好 先把这个地牢给送进去 去吧 好的 小林同志 小林同志 林副长 我先走了啊 小林同志 余副院长 那个 是 是这样吧 我想问你啊 刚才 马博士那个检查 你怎么看 挺好啊 我觉得马博士 挺实在的 挺真诚的 好 那你对那个 马博士对苏菲那个 表态 你有什么感觉啊 你想听真话 当然 难道你想让我 听假话呀 我觉得 那就像一篇 充满了激情的爱情宣言 可是我听了以后 心里很不识自我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马博士是一个 特别值得去爱的人 可惜他不是中国人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我知道 你说的都是真话 既然说到这儿了 那个 我想问 你对你的 个人问题 你怎么看 你要给我介绍男朋友 那倒不是 理副院长好 理副院长好 理副院长 要是没有工作上的事 我就先走了 好 好 好 刚刚谁给我打手 出来了吗 我没看见啊 跟你说啊 马大夫他就是故意的 他当着 怎么了 你过来 出什么了 好 有点 你不想 没有 对 就是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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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苏菲好像并不生气啊 刘静云 要是有个人非要爱你 你会生气啊 那也要看怎么个爱法啊 像马大夫那样满嘴胡说 谁能受得了啊 准确地说 马大夫并没有胡说 他是外国人 有他表达爱情的方式 对吧 但我们要让他知道的是 这里是中国 不是他的美国 我先回去了 好 许 没有 我懒经不起来 不许 我懒经关键 来 他请假去女大了 又去女大了 他可能在女大 认识了不少朋友 你们好啊 那也不能隔三差五的老去看啊 我倒是有一件事情 一直想不通 是马博士的事 不是 是洪副处长 按道理说 是他跟我解除婚约的 可是他却一直没有跟我解释过 还让马博士第一时间来通知我 对啊 我也觉得这个事有点奇怪呢 还有 他对袁沐云特别关心 我都怀疑 他去女大是假 去看洪副处长都是真的 好了 没有证据就不要瞎猜了 你们说 我要不要去找洪副处长谈一谈 问个究竟啊 我认为 太有这个必要了 那咱们还像上次一样 晚上我跟徐世威陪你一起去 我认识 什么检讨 就是马博士去找苏菲说你退婚的事 耽误了一个手术 之后病人告了他 他写检讨的时候 居然说是因为他爱苏菲了 爱得要死才犯了那样的错误 有这种事 对啊 我就喜欢马博士那样的 堂堂正正 敢作敢当 笑的男人 你懂人呗 马博士啊 是个外国人 是不会有结果的 明白吗 我副处长在家吗 谁啊 我是苏菲 苏菲 稍微等会儿啊 来了 苏菲 是苏菲 洪副处长 你还没有休息呢 对 这两天身体有点不太舒服 不太舒服 本来呢 想去学校找你好好聊一聊 一直都没顾上 那既然你都来了 进去坐会儿吧 不用了 我们就在这里边走边聊吧 也好 这 天光暗淡 彼此谁也看不清楚 会轻松一点 去那边聊吧 洪副处长 我想问你 你为什么突然之间 就改变了主意 我就知道 你会问这个问题 我 连我自己都不愿意承认 这是我曾经干过的事 我对别人说 我们不能结婚 完全是为了革命工作 其实不完全是这样 我有很多 难以启齿的 苦衷 有什么事 是不能说的 是不能说的 苏菲 你跑来对我说 你们的主任找到你 想让你嫁给我 你承受了很大的 我们不过为了 我跟我不认为了 你不认为了 我真的不认为了 我真的是 对我说 我真的不闹了 你什么事 就觉得我现在说 你怎么能做呢 我说是我 自然之间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我说我来说你 对我说我 你怎么没办法 你怎么没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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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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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